今天来给大家做个汇报 在这里其实电信非常好 这里都是专家学者 我这里只是把自己在绿意 在一些实践当中的一些走动 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想法 给各位做个汇报 因为邓教授给了15分钟的时间 之前准备工作我是做了22个配置 肯定是来不及想 所以我想重点是我的一些机会 如果对整个完整的GPT 各位有专家学者 觉得还是有价值的 所以邓教授 今天题目来是讲的一个 我们对中国的自动市场 产生化的一个实践 从整体上来讲 平坦四个标记 第二个发露产的新趋势 其实这个新趋势 说来非常惨的 这个 因为最早这个概念 是乱和地产出的 中国在2020年是 地产行业的黄金系 那么未来呢 进入了黄金系 那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有一点大家可以提起 就是地产高速发展 或者说挣钱容易的市场 过去了 那么这个背后呢 其实我们认为核心的概念 是人的市场 它的一个最核心 就是一个工区关系 所发生的一个极客性的变化 那么基于这样的变化呢 我们说整个资本市场的一个新趋势 所谓的趋势 就是地牢 就是各家 我们国内的地产企业 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样收成 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新 新资产 这是整个一个资本市场的 趋势的一个概念 那么我们现在 从整个产品结果来看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对来 有大类产品 一块是住宅 这是一大块 而且是我们所有开发上最喜欢的块 这个高栏栏 高区化 如果只要是这个 拿着地块 这个位置好 或者这个市场 它的这个供需啊 如果还是这个供兵求的 这是我们周转最快领利的最高点 从我们一些具体的经验数据来看的话呢 其实中国这个住宅市场呢 它的一个特色就是 自持 就是具体自有的这个 自持的这个住房 应该可能是全球最高的 因为从数据来看 当然 因为有我们从数据来看了不同一些 比如说 自由的住房秘密拿到97亿 那么最低的一个数据 我看到是76亿 但是跟西方啊 美国啊 等等这些市场比 都没有那么高的一个自由 所以 从一个大的概念上来讲 从开发商说要清 这块钱 不是我们要清的地方 另外而且这块来讲呢 本证来讲 那你拿了以后就是为了快速去货 快速销售 来实现你的一个信息 利益的作用 那么 真正是说要清的一块 那是我们在这个商店里面 包括是这个铁字楼 这个酒店 以及商场 那么这个呢 也是我们一个 国家一个特有的一个政治环境 基本上现在 你要去拿一块土 政府规划 配多少个住宅 配多少这个商败 这是刚性的地方 其实这个完全还是一种计划 还是一种计划的计划 那个地方政府可能 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商败 但是 这位政府它的一个地方 是刚性的地方 必须有的地方 所以大家也会看到 很多城市相关的地方 甚至还现在我们是摩托成都 一些商场 到处都是什么 但是我们就 这个更能去看不到的 甚至说 这个有多少个人 那么 那么 所以这一块呢 来讲的话呢 恰恰是 整个作为 众多 整个地产商 开发商 现在收一下 轻箱的 这个部分 那么 正因为这样一种 诉求呢 导致了 这个 我们就 寻找了 一个大的 一个出户方向 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从 未定自己摸索的 这个 这个可能 我想不能跟 这个PPT 不一定能行 行为上各位 因为 我讲的 基本上是 82HP 大概 整体上 我摸索 可能是 三个物件 来实现 这个 新资产 这样一个方案 第一块呢 我们采用的是 一个 地产基金的 地产基金的一个 运营的模式 那么第二个来讲的话呢 是 我们现在讲的 最近 可能变成 一个比较明朗的思绘 那么 在 两年前 或者三年前 是非常时髦的思绘 就是房地产 政策啊 创新金融 来实现的 一个新资产的一个路径 那么第三块呢 其实 这个 我们在座的很多 专家学者 尤其是在海外 比我们 比较熟悉得多 就是我们 这个房地产 新资金是 一个位置 那么这个三块呢 可能是 目前的 一个 摸索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 入境 那么 从这个 第一块 我先讲 第一块就是 这个房地产基金 这个概念来讲 那么在中国 我们 目前 到目前 劫持到目前为止 我们开发模式 基本上还是什么 我们开发商 跟投资商是二为一的 那么 基本上就是 我们地产商 它又是开发商 又是 投资商 那么 我刚才讲了 通过这个 前夕的 这个 杠本啊 这个 包括一些 政府 这种 金融机库 它有些 费套 那么来实现 我们的一个 开发模式 那么 随着整个 一个市场的 一个变化 尤其是对于我刚才讲的 就是这个 商办 包括这个 酒店等等 这些 产品来讲 那么 现在 我们正在 足够的一步 尤其在美国市场 比较准备 开发商 分离的 这样的一种方式 那么这来就是说 对我们说 我们的地产基金 代表也觉得 比较好 那么从目前的话来看 地产基金 这个 我们也做了一些 这个 我先点多一点 做了一些 这个 提升 提升 那么最早 我们尝试一个 地产基金 一般来讲的话 它都集中在地下层市 现成市为止 那么 很多成都 实际上是一种 这个民股时代的 民股上是地产基金 它是只有五分 那实际上呢 只是我们开发商 是一种 融资手段 手段 可以给予一定的 固定收益 或者一个预期收益 那么 这个包括开发项目类别呢 这个当时 这个包括 这个 资质资金比例 你这个 不管是 28 还是三星 主要是用于这个 自由资金 投资比例 然后 那么 就是这样的学生 是进一步做一个 方法干嘛 这样的一种 配合入境 做的 那么 项目呢 基本上 比如说还是 这个 住宅 有这个换盘 而且 回收中期 那么 对于民股时代类别的 这个 资金啊 它是比较偏好 那么 我们真正说 现在一个地产基金呢 就是 是做一个 就是说 是 第一个 我们从 产品类型 我们不再是说是 作战类型 而是 未来是很长期 比较持久的 经营性 也定作为我们的 一个出资目标的 那么第二个来讲的话呢 那个 可能从 区域来讲的话 那么也是像这个 二三线城市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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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开发的 这个 阿三线城市的 作为我们的 一个出资目标的 那么 所以这块来讲的话 是 目前我们 是在做的一些 这个 城市的分议 去年 我们是对 这个 一些不同区位 主要是在 二线城市的 像这个 古兰昌啊 这个 西安啊 成都啊 等等啊 这些 整备这个城市的 一些 经营业 那么 我们 采取了一个 地产基金的 这样的 一种方式 就是整个 资金投资呢 就是说 来达到 一个持有 这个长期 或者是相对 长期持有 这个 经营性物业的 目的 啊 获取那个 经营性物业所 带来的 一个 争取的 增加的 那么 这当中的 其实来讲的话呢 从绿地 自身 产品设计 一个 一个 安排呢 就是说 在建设期 到 当然 我们标记目前呢 一些学生 比如说 是基本 这个 已经建设 快完成了 那么 可以取得 产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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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看 那 这个 这 一个 那 就是 就是類似我們今天講的一個包裝的補充 使它的這個商業務員達到這個投資者的一個收益預期 那麼在我們一個持有期 這個基本上我們現在的設計是三年左右的周期 達到一個我們預期的比較進行性的收益的時候 那麼由這個基金來證實 我們從推遞的這個就跟這個資產的這個 有投完的這些文化這個就當中的這個雞蛋 就在這個結段 那麼這是我想的一個我們目前在嘗試 包括在推廣的這個模式 那麼可能從未來進一步角度發展的角度來仰化 這種模式可能會更進一步的應變 尤其是我們在一些產業地產 那麼剛才我們在會前幾位朋友教育的時候 這個問題呢現在我們跑馬圈 我們在一些物流地產方面 都是做了一些現實的 尤其是在工廠的那個高度 這個最核心的就是叫一環二環 這個核心的方法 我們拿了一些相向的 那麼這一塊呢是我們在做的一些方法 那麼不敢看 那第二塊呢就是我們講的一個所謂一個創新 那麼我們也做了一些常識 就是其實以眾籌方式來做的一些安排 那麼我呢是根據這個兩個層面 其實兩個圍管 一個是這個 在開發商的一個序額 第二個是在投資者的 他的一個目標 那麼進行的一個思想建設的方法 那麼對於這個象限當中呢 以開發財型和命運財型 這兩類的做不出來的地方 它其實更接近的就是我們講的 這句話的方法 但是我也列舉一些其他的開發商 在市場上發行的一些成品 可能大家關注的話呢 它的規模 我們做了一個東西 到目前為止 大概這個 之前時髦的時候 到現在可能比較明顯的 這個一段 整個市場發行的幅 大概也就在 不超過300億這樣的一個規模 所以應該說 跟整個我們 因為百萬億的市場 是非常小的一方 那麼究其原因來的一方 其實這當初跟我們現行的一些監管 包括一些法規等等 這是有比較大的 比如說最核心的一方 我們現在規定的很多是不能分拆 那你如果說 對於投資者的角度來講 你如果達不到一個分拆的目的的話 你的一個眾籌啊 這個 crowdfunding這個眾籌 這個眾籌就無法開啟 所以目前情況外看來 大家只是做了一些嘗試 那麼我們那也是 針對我們的一些資產 包括我們現在做了一些類似的 那麼這塊我跟大家講 主要是 未來的發展前景呢 可能取決於 就是可能對於 我們現有的開發模式 國家這個 在供給策排的過程當中 是否有能夠有一個比較大的調整 如果還是按照現有的開發模式 那麼這塊呢 只是說做了一些 所以充滿的時候是 我們講 突然的 突然的 但是實質上還有 可能真正能夠 起到一些 這個 就是說以這種模式 作為一種主流 可能我們也 還不覺得這樣做 那麼瑞茨呢 我想這個話題呢 是大家都非常 非常 尤其是我剛才講 海外的這些 公航啊 這個 夥伴啊 都非常熟悉 那麼 它的一些 這個結構啊 包括我們現行的 一些法律法會啊 這邊都做一些例子 包括市場當中呢 發了一些 這個類似產品 具有一些代表性的 那麼我也做了一個例子 那麼 包括一些產品 它的一些結構 以及它當中的 一些追付機制 那麼我想這個呢 相對來講是 這個 一些 就是我們在做 具體的 做這個 這個 這個 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我想這個 不在我們今天的 匯報上 那麼 那麼 從瑞茨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做這個 無畏次的 這種 探索跟嘗試呢 應該說 在十年前 就做了 夏公司的 嘗試 包括當時 從 應該說國家在 先前就提出了一個 推行的 資產中間化的 這樣的 那 下降呢 就是我們在這方面的 一些 硬度 市場 包括投資者 尤其投資者的 配慮這方面 我對的是 應該說是非常缺少的 所以也是對著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可能 這個 東邊無量系列 做一些 不同的化市場 所以近期呢 我們是選擇了一些 我們的 酒店市場 大包呢 在新加坡 做了一個 這樣一個 發行的 在中國的一個 核心的問題呢 我們認為 那是 三個 為主 三個為主 一個為主呢 不是來自於政府的 我剛才說的 就是說 這個 政策上面 相應的 雙重增稅啊 等等 這些大家都是 非常熟悉的一些 那麼 另外一個問題呢 是 這個 現在整體的 金融金融 它的回報率 遍 它的回報率 以及底層三分的 暴力 不能支撐 投資 希望去選 那麼 這個問題呢 其實來講的話 呃 在當下 是制約 這個 政策化 或者是 這個 這個發行的 就像我們說 漫大 是做金融金融的 那 之所以 所以成功 其實就有兩句話 一個 成功的意思 第一個是 政府 這個 它相應政府 第二 政府相信它 就這麼說 那相應政府 就是它那個地方 就留著不去的地方 200塊平米 一個樓板價 拿到200塊 照吧 它相應政府 相應政府後面這邊 配套和承善 人們又會過來 去照 那你到今天 如果樓板價 是這個商業的 商辦的樓板價 到你2萬 你還能掙錢嗎 那 當然 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這個 政府對它相應它 因為什麼 它沒有給別的嘛 政府相信它這個 200塊 一個樓板價 就給了它 對吧 這個我們講 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 這個 因為之前在我另外一個論壇 提到的一個 藉由婚兒系統 這個 整個目前商辦 這個 佔我們的商務成本 不管是這個 我們包括哪一杯 星巴特區 它的租金成本 就佔到了它30%左右的 這樣的一個成本 那麼 導致了這個商業 包括電商 這些 帶來的這個 傳統商業的衝擊 所以未來呢 對於這個商業的這個 發展 包括我說轉型 其中有一個觀點 就提出了 聽口 因為是重在一種 體驗式的 一種交互式的 一種娛樂式的 用一句話就 好玩 比好用 這個更實在 所以 進入Shopping Mall Shopping會的功能被取消 但是Mall的功能會成功 大家以後在這邊就是 到這邊是來玩的 所以現在其實 提商場 這個 那麼這個是我們的 一個會 這個 綠基坦會在我們的 一些商業 當中來做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升級 然後我們的一些 現有支持的 一些商人 做一些形態的 尤其是網路 一些商業 包括把 取消的法 把這個 摸的這個 概念 進入提升 打造一種場景 一種強勁的 這樣 概念去 發展 那麼第三個 這個障礙呢 就是 這個 整個 當然 我剛才也講到的 這個 資產價格預期啊 這個 包括 人民幣這個 匯率 一些變化 等等帶來的一些 對於未來 長期持有的這個資產 它的 不確定性 帶來的 因為以前 對我們開發上來講 大家都非常出席 持有的這些 支持的商業 這個 放在那邊 它就會增添 第二來講的話 也是我們作為 一個對於 未必出售啊 等於那方面 作為一個護身和的 這樣的案子 但是未來呢 其實這個 我們講的這個 諸壽比的 一個解放它的進步 擴大 以及這個 人民幣資產 它整體的 一個 下行的 態勢當中 長期持有的 這個 開發上自己 長期持有的 就是有趨勢 那麼 所以這個三塊 對於我們來講 是這個 這裏 國內發展位置 比較大的 一個影響的 戰略 所以 剛才講的就是 出海難 現在目前可能是 一種區域 是一種方向 但是這一塊 我覺得能夠 做多大 做這個 可能 還是 這個 有一個 有一個 先到先的人 先出去了 可能先受力 當然 我們說可能 往往中國 就是一部 道理機制 這種 這個 宏観城 或者監獄城 發現 那麼多都出去 那還不如什麼 我們自己的市場 進行開放 那麼我覺得 這可能一種 道理機制 會有一個 市場 當然 還有一個 甚至原因 就是 目前在中國 不管是 不動產的 其他的 他的DBS 產品 其實都有一個最特性的 它的流動性 它只有一手 拿來就是持有造器 很少當中 有一個 過持有過剛的 交易專長 這種 也是一個 投資群體 投資的一個學生 當然 好的趨勢就是 包括寫字 中國 會放開一些 持有的 不動產 物業 資產 提升 而且發展 空間還不太大 因為從 這個 西方標準來看的話 一般不行 是長期資產的 不動產 資產 可以達到40% 那麼中國現在 目前只有0.0% 所以整個 這範圍的空間 會相對比較 當然 顯示 他們會做一些選擇 當然 會對於資產 一些要求 那麼這個當然 我講的是 資金供給方 但是 很重要的一塊 就是說 對於我們 現在 在銀行裡 總統高速虛擬的 經過的一種 對於 資金的出入 我覺得 這個也是一種 比較長的事實上 那麼我想 就做這樣的 規報 好端語 感謝大家